看見幸福屋 我是海豚 今天帶大家來到新野之森 我們一起看看不一樣的細紙吧 走 來到新野之森 先來跟專案打個招呼 專案好 專案好 欸 每個人在買房子的時候啊 一定會很關注一件事情 就是房價嘛 對不對 海豚也是一樣 看房子第一件事 一定會問現在賣多少錢 就怕自己這樣買貴了 可是我在這裡竟然看到一個 很特別的名詞 叫做所謂的房價凹陷區 專案這個詞什麼意思啊 幫大家解釋一下吧 事實上我們新野之森 位於這個細紙 那細紙它本身是屬於 我們臺北市萬環的第一圈 那外環第一圈顧名思義就是我們 經驗著臺北市的一個行政區 像大家比較常見的 像我們的板橋 三重 像是鍾永和新店 這些都是屬於我們臺北市 外環第一圈 那我們看到板橋三重 他們這幾年大概 重劃區現在目前的房價 可能都來到七字頭 甚至有到八字頭 那比較市中心 淡黃區 我們也看到大概都可能有九字頭的房價 那我們細紙這個地方 相較之下我們房價就只有大概 一半左右的一個價錢 所以是我們所謂的就是 半價的概念 哇 所以剛剛說這個台北市為中心 外環第一圈 就是隔一座橋 我們就到 我們就稱它外環第一圈 仔細一下聽聽這些區域 剛剛講到哪裡 第一個我們自己所在的位置 就是細紙嘛 那還有三重 可能再把新裝也穿進去囉 再來板橋 還有你剛剛說還有哪些 中永和新店 對耶 你仔細進時價登錄網站看一看 這房價一攤開 好像整個台北市的東邊 這個價錢稍微親切一點 是 哦好 那既然這樣子 我們甚至把往外擴散 其實你會發現整個東區來講 都是一個比較 讓人家可以接受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在細紙連過去的區域 就是台北市的南港嘛 哦那南港這邊呢 南港這幾年其實房價成長很多 我們現在大概看到新房子 大概在120萬左右 那南港的房價 大概在傳統台北市來講 我們現在看 它還是算不是在前段班 那以細紙來說 它是緊鄰著南港 一橋之隔的一個距離 所以它的房價 現在來到細紙 大概是 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價錢 南港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那既然剛剛專案說到一個很重要的點 南港其實現在開始追了對不對 這個房價開始追上台北市其他區域 不過房價既然要上升 總是有一些議題啦 或者是有一些政策在支撐它 究竟這個南港一路往上追的原因是什麼 南港我們這幾年常聽到一個東區門戶計畫 從2015年開始 那它大概是一種大主軸 我們所謂的交通 會長 然後軟體 還有一個生技跟我們所謂文創 大量的財團跟一些國家級的建設 包含我們自己看到的流行音樂中心 然後像是我們的這個雜欄館二館等等 那財團的部分現在像我們的 看得到的像比較指標的富邦啊 國泰啊 潤泰等等 包含早期的中信 都有在南港這邊插旗 所以看到這幾年南港的建設 它算是新北 台北市來講是最多的地方 那相對它房價當然成長的速度也比較快一點 沒錯 你知道有政策 有產業代表什麼 代表就有就業機會 有就業機會代表什麼 就是人口會當阿亮的湧入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剛剛聽到了 南港現在多少 120起跳 我相信很多的年輕人 可能會覺得這個數字聽起來有一點不可愛啦 有一點負擔啦 那這個時候呢 很自然的我們就會怎麼樣 往這個區域外圍稍稍擴散一點點 這個時候緊鄰著南港的汐止 就會成為大家所選擇的一個區域了 那既然我如果真的在南港上班啊 那我住在汐止 我怎麼樣能夠快速的去工作 你知道 大家就是能避免通勤時間 不然住得近要幹嘛 不就是為了縮短通勤時間嗎 昨晚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 究竟我如果在南港上班好了 那我怎麼樣去縮短這個通勤時間 我們這邊汐止主要的客戶 蠻多都來自於我們講的南港 因為南卵的部分 還有內部內科 包含汐科 那這邊來講 因為汐止本身它的交通是在新北市來講 算是一個很方便的地方 它的國道系統有1號跟3號 兩條 甚至5號 雪水這邊到宜蘭這邊也是很方便 所以大概就是說我們從汐止 大概坐車通勤來講 到這個南港跟內湖的時間 大概都是算 大概在20分鐘左右的一個車程 可以到我們平常就是我們現在 大家主要的一些就業區域 內湖 美科南港這邊 交通是算很便利 所以剛剛說的是 我們有兩條這個國道對不對 好 那不開車的人呢 不開車的人來講 汐止它本身它有所謂的火車 像我們這邊是離汐止車站比較近 汐止車站之外 還有一個是汐科站 那在未來的部分汐止它也會有捷運經過 像我們這個案子在本身來講 它是在基隆捷運線 未來有一個300公尺的一個 寶長坑2號站的一個部分 步行大概有5分鐘的距離 我們會距離未來的這個基隆捷運 走路5分鐘 走路5分鐘 步行大概300公尺 欸 大家現在應該很有概念了 你知道只要是在捷運站周邊 都不用囉嗦 買就對了 這個區域未來就是交通便利的指標 所以就是說未來這個基隆捷運完工之後 我們走路就可以到這個基隆捷運 哇 很方便欸 你知道要過沒有紅綠燈的生活 我知道開車的人最討厭什麼塞車對不對 所以呢 那不開車的人 我們就追求一個沒有紅綠燈的生活 所以未來其實這裡真的可以這樣做到 你可以搭著這個捷運 到達什麼系科站 系科站就是直接跟台鐵是交匯在一起的嘛對不對 所以呢你如果你也可以搭捷運進到市區裡面 你也可以搭火車進到市區裡面 甚至你還可以直接到南港去轉高鐵 然後到達台灣的各地 我們剛剛瞭解了這個南港東區計畫 我們也知道了房交線區 我們也聽到了這個基隆捷運 好 回頭來看看新野之森 專案 新野之森這個面積也太寬廣了點吧 我們新野之森這個建案 它是屬於比較大規模的一個開發案 我們全區的一個面積 大概在近5000坪左右 那我們是屬於分期開發的一個建案 以我們現在目前的這個位置 接待中心的位置它是屬於A區 那我們前方的那個地方 它是屬於B區 B區是我們交屋已經完成的一個區域 那我們明年3月開始會陸續在交屋的部分 我們是木月區 是我們第三期 第二期 所以你剛剛說這個A B C 甚至到後面這個第四期 這個是越來越往這個山裡面靠近嗎 越來越往山 就是我們依序 大概就是從我們這個方向往前 就是B區 然後再往前是我們的G區 然後逆時鐘再往下面是D區 然後到我們的第四期 C區的一個部分 所以整個繞一圈 對 然後這一區是我們第五期 就是A區 我們現在接待中心的位置 那什麼時候可以來當鄰居啊 我們現在目前B區它已經完售 所以它現在交屋 那接下來要交屋的區域 就是我們的木月區 B區 大概在明年3月左右 就可以入住 對 哇 你知道我看了這個 我來心野資深之後 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這裡跟樹和山的距離非常近耶 環境非常好 我們這案子它南向是有大尖山 坐鱗這樣子 那我們的東向跟西向 它也都有我們所謂的一個 自然的一個綠翼 所以它是等於三個面 都是被我們所謂綠翼所圍繞的一個社區 環境是非常的好 那旁邊還有一條切東西 有流進我們整個社區 所以它有點像我們這個日本 這個清景澤的一個感覺 有沒有去過清景澤 這個在城市的旁邊 有一個安靜的地方 但是呢離城市又不遠 我覺得這是最棒的地方 所以你回到這裡 離城不離城 所以回到這裡呢 你真的就有離開都市這種很喧囂 回到這邊很安靜 如果你是一個追求這個工作 我跟居家是on跟off 這個開關切換的人 其實這個區域我覺得是很合適的 我來到這邊覺得很安靜 而且你聽到什麼 聽到很多這個蟲鳴鳥叫 這邊真的是被綠翼所包圍 所以呢我發現在這邊 我們會一直在這個建案裡面 一直看到它強調像清景澤這樣的概念 所以如果說你是一個 跟這個海豚家的長輩一樣 很喜歡清淨大自然 就我所知建案裡面 也有規劃步道對嗎 有有有我們社區的話 在我們木月區這邊 我們有做一個步道 未來可以讓我們社區的居民 可以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可以行進步道到我們後方 切東西 我們兩側都有這個 小葉懶人樹的一個景觀步道 就是很像清景澤這個區域 來做一個就是我們講散步 散步的步道 有沒有量過大概多多 整個散步一圈要走多久 或是距離有多遠的 基地來講本身規模算是蠻大的 那大概我們現在 如果以基礙中心這邊 我們出發走到我們清景澤的那個區域 大概差不多 來回大概差不多20分鐘左右 喔 20分鐘 這樣子運動很充分 爸爸媽媽如果要散步 然後這邊很適合啊 就是每天去吸收一下分多斤 那但是呢 我剛剛知道說 這裡雖然說離層不離層 我們進來就進到這個森林裡面這種感覺 可是身為一個那個有小孩的媽媽 我就真的很想問 那如果我住在這 我們家老公把車子開走了 我只有自己一個人帶小孩 總不能每天就是逛森林吧 總是想要進去市區買東西的時候 這個建案這邊有沒有什麼樣的規劃 可以幫助我們這些沒有開車的媽媽 快速抵達市區呢 沒開車的部分這邊本身 我們建商都有提供很好的配套 就是我們有社區的接駁巴士 接駁巴士我們現在規劃的路線 我們是直接就是 接送我們的住戶到南港展覽館捷運站 太棒了 中間我們會停靠一站那個 林胸U-Town 大概它的一個初步規劃的部分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學齡前的小孩 你聽到這兩個區域 你一定會偷笑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區域就是 媽媽專門帶小孩室內放電的地方 所以這都有幫媽媽顧慮到 所以你要到戶外 讓小朋友跑跑跳跳 沒有問題 你的住家樓下就可以有這樣子的環境 如果下大雨或是天氣不好的時候 你想要到室內放電或太熱 我們要吹冷氣的話 這個社區的接駁巴士 也可以幫媽媽完成這樣的願望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貼心 還是只有媽媽會顧慮到這個 還是你們其實早就想到了 都有想到 你們這些蠻多像主持人這樣的課程 所以各個年齡層他們都有顧慮到 專案這麼大的開發案 讓人家回到家 就像回到森林裡面 這個開發案到底歷時多久 是什麼樣的建商 這麼有勇氣 做這麼大一片的開發 我們這個案子本身 它有三個建設公司 它是分別是白天鵝 我們的名尾建設跟我們的久峻建設 那其實大概這幾個建商 都是算比較老牌的建商 該房子的資歷也都30年以上 那像白天鵝建設 他們比較有名的代表性的作品 就是像在我們這個淡水紅樹林 各灣區的豪宅 像是我們講的這個海納川 然後像台北市中心 在我們萬豪旁邊的這個大紙峰會 都計算了我們建商比較 有聽過 有聽過 比較值得的作品 那名尾建設他們本身也有蓋飯店 在我們台北的一個 這個樸實立志飯店 也是屬於名尾建設 他們比較代表性的一個作品 那久峻建設 他們本身自己也有營造 營造的一個業績 也都是一些比較大型的 知名的一些建設公司 像國泰 紅色 紅國等等 都是算比較有名氣的 一個建設公司的部分 集合了三家建設公司 我相信這個經驗 還有這些概念 一定是很完整的 那我們剛剛說到 這麼大一片開發區 我們有聊到步道 又聊到說幫每一個年齡層 都有照顧到了 那我們來聽聽 這個區域有什麼樣的公設吧 公共設施大概是 本案的一個蠻大的一個優勢 優勢跟特色 我們全區大概五區來講 都有規劃到我們所謂的交禮廳 還有健身房 然後像是媽媽教室 然後像是我們的這個音樂教室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建案 雖然頻數不大 不過我們都有規劃到所謂的宴會廳 宴會廳 然後還有像是我們的閱讀室 等等就是一般可能大家 目前比較常用到的公共設施 本案都有規劃 我好奇音樂教室是怎麼概念 因為我很少在建案聽到音樂教室 我們現在就是因為這邊蠻多 都是一些我們講的就是 可能有小朋友的一些客戶 他們可能都有一些學習樂器 上面的一些需求 我們在這個建案來講 各棟我們都有所謂的鋼琴 大提琴等等這些樂器 有樂器喔 對對對 所以不只有空間讓小朋友可以練習 還有樂器這樣 哇 那我們還有一棟獨立的一個會館 那裡面有做我們像的就是KTV 一定要像倒帶索性式的KTV 那大家都可以來這邊做使用這樣子 所以你知道回家不用再出門 因為你知道很多時候我們回到家 朋友一揪我又要再殺進市區 不用 你在這邊你可以把朋友揪來 對不對 非常方便 欸這真的很方便 因為什麼都有 你知道他照這樣聽起來 大的小的老的少的 你在這邊都可以得到蠻好的照顧 全靈化的設施 這件事情很棒 我對樂器是真的覺得 這是一個很棒的設計 你知道 總不能每天都聽小孩吹直笛嗲嗲叫 對不對 拉小提琴這件事情 我相信家裡有學樂器的家家 應該聽得到海盾在說什麼 我覺得個人電團是這件事情 真的很聰明 好 我們聽完了 這邊有這麼樣的很多公社 其實建商也是把他們 包括飯店或者是多年的這個 蓋這個建案的心得 都有融入在這個建案裡面 因為我們這案子本身的團隊 都是算在業界比較有名的 像是我們的公社 我們特別聘請到日本的團隊 這個日本的Nonscale 他們是在日本算是蠻有知名度的一個設計公司 來我們這一個案子 他是幫我們做全案的公社 跟我們的外觀的一個設計 他們在台灣比較有知名的作品 像是我們的微風信義 我們的松山車站 哇 他的車站的外觀 都是委託這間公司做設計的 所以團隊的部分 本身這個案子 建商來講也是算很用心 那我們的園藝 我們請到的是劉茵 劉茵的這個吳書元 那他本身 吳書元大師有做過我們台中的一個花博 算是近期他比較有名的一個作品 全案的園藝也是由他來做一個設計的部分 你知道這裡離森林離樹很近 吳大師來做的時候應該很開心吧 這個整個這麼大的場地可以讓他好好發揮這樣子 哇 所以你知道在這邊我們搜羅了這個三大建商 還搜羅了世界各地的名家 然後全部聚集在這邊 為了讓大家的這個住的時候更好的體驗 好 我們一起去看看房子吧 走